Nitiananda,大家好,我是曼尼泰,凯拉桑南达 我的师傅尼西亚南达大师呢,是印度教的神,识破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 今天跟一个同修的对话让我还是非常有感触吧 他说,他觉得非常的慌张,非常的焦虑,这样紧张 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能不能做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在讨论的这个,就觉得比较有压力吧 然后我就在他身上看到了我的过去 然后现在的我就会跟他说,你的成功和失败都是你决定的 所以如果你失败了,也是你决定的 也就是说呢,你只要内心知道这个宇宙是一直在支持你的 之所以呢,他没有瞬间显化你想要的结果 只是呢,你要继续的去不停的做下去就行了 可能是宇宙给你实现的方法是一二三 然后你自己想的方法是三二一 他只是没有按照你的逻辑去实现 但不代表他没再实现 所以呢,我们就能看到自己在平常有这个 视觉有多么的渺小 就是当我们不如愿的时候 我们就说人生困难啊,人生对我们不好 其实都在误会人生 也就是说,事实上你有这个愿望的时候 人生一定在帮你实现 只不过是你没有看到他怎么实现 你就在否定他 然后往往的这个后果呢 就是我们就改变主意说,那我不要了 那没想到人生在帮你实现到一二 比如说一二三,他实现到第二的时候 第三快到了 你就说,那我不要了 然后就没发生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经常会犯的错误 也就是说当你想要的没有立即实现的时候 你就会灰心丧气 这个是一个活在假象中的一个现象 你要知道本质呢 人生本质是什么 他本质是在让你实现你的梦想的 只是你需要继续做下去就行了 我们不能用逻辑去看待人生 这个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所以只要你坚持知道自己发的愿是什么 继续做下去,做到自己最好 你就知道他一定会实现 我从他身上看到我的过去 其实这个过去时间也不久 我认识大师两年左右的时间 然后跟大师修行也就是一年多吧 然后我觉得这两年左右的时间 或者一年多的时间 我的变化是彻头彻尾的 大家可能看到的是我说话的变化 或者我这个外 外貌的变化 可能有一些朋友能感受到这个内心的变化 但是事实上我知道内心变化有多么大 这样 我觉得我就有一天在跟一个 一个同修感慨的时候 我才感慨完之后 我才发现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大师 因为让我自己看一下 我今年周岁35岁 在这个年纪呢 遇到大师这么短的时间 现在我觉得人生是这样的 就是有任何的财富 都不会让我觉得我更加的富足 有任何的辛劳都不会让我觉得 人生是苦的 是困 是不如意的 也没有任何的困难 能让我觉得人生是 是困难的 就是没有任何事情 让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吧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彻底的改变 就是我在自己总结 自己这些时候 我都觉得很感动 我真的变化太大了 然后 最本质呢 就是我知道我的人生价值观完全变了 从之前的在玛雅中 追求所谓的家庭 爱情事业自由 财富的富足等等的 这些听起来大家都很熟悉 说的其实可能就是你心里想的那个完美的你 到现在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无限的 我要成为Paramashiva 我就是要成为师父 我知道他一直一直在告诉我这是可能的 然后现在我的空间就是我知道我也是我会成为他 然后就是因为我对他的爱和彻底的臣服 我知道也只有成为他呢 才是他最想 最想看到的结果吧 如果我有那么爱他 我就是要成为他想要的那个最好的结果 就是我要用我成为他去报答他 所以这个是一年多或者是两年时间的蜕变 让我觉得非常的感慨 所以也就是说我那天跟这个人感慨的时候 我就说只有一个神才能做到这个 因为他在讨论一些他自己的这个修行啊 或者怎么样 我就是只是这样讲了一句 我不知道有没有受到他震撼到他 但是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 就是通过这个交流给大家一个 嗯 一个角度去看师父 啊 虽然你没有真正的 直接面对面的见过他 或者你面对面见过他 也还是在怀疑他 啊 我就只是用我个人的例子跟大家说他真的是神 只有这样的一个神的形象才能让人真正的想成为神 或者知道自己就是神 嗯 而且才能让一个人有这么彻头彻尾的巨大的变化 内心空间彻头彻尾在这么短时间的变化 啊 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是让大家知道大师到底是谁 再有呢 就是跟你讲 你也可以 如果马开拉萨可以做到一个平凡人可以做到 你也可以的 我们都一样的 所以任何时候当你在想我的人生会怎么怎么样 你就知道 大师可以让你成为Palma Shiva 只要你愿意接受这个邀请 你就是能够得到宇宙中最好的礼物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天安安的 按摩